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尼克感信 我是K哥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名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故事的主角叫斯坦·罗曼尼克 从2001年到2006年 在这5年期间 他先后被外星人绑架了11次 一共拍下了29张UFO照片 三段外星人影像 还有24位目击证人为其作证 甚至外星人通过他传达了很多信息 也让后来好几位科学家都嘖嘖称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离奇的外星人事件 在故事开始前 先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Susha VPN 在现代社会 我们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 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网络安全隐患 大家可以问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 甚至我们很多观众本身呢 就有过社交账号 邮箱 甚至是银行卡信息被盗的经历 那如果您在上网前开启了Susha VPN 这些隐患呢就不复存在了 Susha VPN推出了最新的功能 Alternative ID 您只需要输入想要创建的身份信息 系统就会为您生成一个全新的网络身份和电子邮箱 从而保护您的真实身份 Susha VPN使用的是军用级的加密技术 并执行严格的无日制政策 保护您的资料不被记录 更不会被外泄 除了极佳的安全性之外 Susha VPN还在全球100个地区 拥有3200多台服务器 您可以任意切换到不同国家的IP 轻松解锁像是Netflix Hulu Disney Plus等等资源库的区域限制 像是在有《鱿鱼游戏》 《黑暗荣耀》这样的现象级热剧上线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一起追剧了 更重要的是 您只需要一个Susha VPN 便可以让家人在无数台设备上一起同时使用 支持各种操作系统 24小时在线服务 随时解决您的困扰 担心买了不满意 Susha VPN提供30天不满意退款政策 现在点击资讯栏里的购买链接 输入我们频道的专属约会码 Make Believe 解锁目前市场上最好的价格 外加免费赠送5个月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和我一起试试Susha VPN吧 1962年12月 斯坦罗曼尼克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市的一个军人家庭里 他的父亲在空军服役 他的母亲是一位全职主妇 家里一共有4个小孩 斯坦是最小的一个 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 斯坦从小就对UFO和外星人 这些超自然事物完全没有兴趣 甚至在上学的时候 他那些着迷于UFO的好朋友们 都会遭到来自斯坦的无情嘲笑 而每当这些朋友们试图说服他 一起去参加UFO讨论会的时候 斯坦更是表现得既无理又傲慢 也正是因为这样那几个本来和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们开始回避并疏远他 要不说造化弄人呢 就是这样一个坚决的UFO怀疑者受到了来自命运的捉弄 那是2001年的9月21号 那年斯坦已经39岁了 事情大概发生在当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当时正在卧室熟睡的他 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一阵阵的敲门声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谁喝醉了或者谁迷路了 或者是邻居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结果等他起身走到起居室的时候 看到他的姐姐已经去开门了 下一幕就是他的姐姐张口结舌的站在大门口 一动不动 他的眼睛已经变得呆滞了 好像进入了恍惚的状态 这怎么回事呢 斯坦非常疑惑的向门外看去 发现有三个矮小的人形生物站在门口 这三个家伙身高都不超过一米三 脑袋眼睛都非常大 鼻子小小的 嘴巴像一条裂缝一样 还没等斯坦反应过来 他就被这三个生物一把拉到了阳台 斯坦试图挣脱 但是这三个看似瘦小的生物 看起来很弱的样子 而实际上却非常强悍 他不仅没有挣脱开 反而还瞬间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在这个阳台上 身上无缘无故多了很多奇怪的伤痕 可是无论他如何回忆 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姐姐一整个也是懵的 无奈之下斯坦就去做了催眠 在回溯机以后 斯坦发现自己当天被带到了一个明亮的房间里 他的身体是躺着的 四肢像被带子一样的东西 固定在了类似于手术台之上 好多矮小的类人性生物 就在他周围走来走去的 斯坦当时害怕极了 他想喊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这时候一股思想进入他的大脑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冷静一下 你不会有事的 那慢慢的他反应过来了 这些信息就是外星人通过意识和他交流的 而且后来他还发现 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交流方法 就你说话的话 他们是不会毁你的 那在尝试挣脱无果以后 斯坦也放弃了挣扎 决定了试着和这些绑架者谈谈 于是斯坦就试着在心里默念了一些问题 他试图和这些外星人建立心灵沟通 你还别说还真管用 斯坦问出了那三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们从哪来 你们怎么来的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外星人的回答是以符号或者画面的方式 呈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后面我会告诉你这些外星人说了什么 那紧接着一串信息浮现在了斯坦的脑海里 大概意思就是说将要有大事件发生在地球 之后又有一系列的图像闪过 像是强风冲刷着地球上的道路 海啸盖过了城市 地球到处都在着火 世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这很显然是一场灾难吧 斯坦马上心里默念 问道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这就是你想要告诉我的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一开始外星人并没有理睬他 直到斯坦焦急的又问了一遍 这时候一幅图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斯坦看着是一脸懵啊 还没来得及问呢 有一个外星人呢就走到他的后面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然后呢人就再次晕厥了过去 那最终呢在催眠室的引导下 斯坦把外星人传达的那些信息 都给画了出来 好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 首先斯坦不是问这个外星人 他们是从哪来的吗 这个图呢就是答案 你看出来这是哪没 那个猎户座 对像不像猎户座 而且他还在猎户腰带三颗星的 这颗花了个圈所以这伙外星人呢 应该就是来自于猎户座 森秀三这个恒星系统的 那森秀三距离地球 1240光年 这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就算你以宇宙 最快的速度光速来飞 也得飞1240年才能到达地球 那显然这些外星人 是不可能飞这么长时间的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你看这儿啊 这些数字符号之类的 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斯坦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把这些奇怪的信息呢 发给了几个科学家 结果看了以后啊 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因为图上画的不是其他 正是115号元素 默 默呢是一种人造元素啊 可以通过钙离子 轰击酶23合成 它的特点呢 就是场要比其他元素要强一些 而且研究发现呢 它还和反重力有关 但是啊 它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它的半衰期非常非常的短 只有几毫秒 也就是因为它太不稳定了啊 所以现在呢 还不太确定这个元素要怎么用 但是从外星人传达的信息 大概给出了答案啊 那就是通过高速的氦原子去轰击它 从而呢 使这个115号元素形成稳定的状态 而且这么做呢 还可以大大的增强 默元素的引力场 当引力场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就可以扭曲它周围的时空了 那扭曲时空的过程呢 如果你不太清楚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桌上有一张纸 那你通过折叠的方式 把两个原本距离较远的点呢 可以变得非常的近 这也是图上这个位置 画出来的虫洞的原理 虫洞呢 就是通过扭曲折叠时空 从而实现远距离星际旅行的猜想 那如果科技足够强大的种族 其实是有可能通过这样操作 快速实现几百光年 甚至是几千光年的星际旅行 所以这些外星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从猎户坐 然后通过虫洞来到地球呢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在于外星人传达给斯坦的这段信息 他们说将要有大事发生在地球 然后呢 又在斯坦的脑海中 播放了一段类似于灾难的影响 当斯坦反复追问他们 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时候 外星人在他脑海里呢 画出了一些他根本看不懂的图案 这个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画的应该就是我们太阳系了 第三个被圈起来的行星啊 大概率就是我们的地球 然后在第四颗行星火星 还有第五颗行星木星之间 还专门画了一条线 我猜啊 这条线指的可能是火星和木星之间的 那个小行星带啊 但是呢 有一点非常奇怪 这个呢 就是外星人关于灾难说法的图像 刚一开始的时候 斯坦也是一脸懵啊 根本不知道这些外星人到底想表达什么 后来再联系了几个天文学家以后啊 才恍然大悟 这些天体呢 要想排列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啊 并不是随时会有的 既然这可能代表是未来的某一天 那其实天体未来的位置呢 是可以通过推演算出来的 最后天文学家在研究后发现 要想形成这样的天体排列 刚好呢 就得是2012年的某天 那一提到2012呢 再加上那种级别灾难的话 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了 玛雅的世界预言 所以外星人在斯坦脑海里播放的 难道就是世界末日那一天的最后影像吗 那根据研究发现啊 2012年的太阳黑子 其实是非常异常的 所以如果那一年真的发生什么世界级灾难的话 其实也并不让人觉得特别意外啊 可是我们并没有在那天灭绝啊 有人就猜啊 我们的时空呢 有可能被重置 也有人猜 我们可能是进入了另一条时间线 也就是去到了一个没有被毁灭的平行宇宙 还有人认为啊 我们可能是被某种神力力量给救了 那会不会是猎户座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前面的信息以外啊 其实这伙外星人呢 还透露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信息啊 你看这个地方 老观众可能马上就认出来了 这不就是德雷克公式吗 这个公式呢 是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 于1961年提出来的 这个公式呢 是用来推测 在我们银河系内部 到底存在多少个外星智慧文明 可以呢和我们接触 最后啊 德雷克把各种概率和可能性 都按最低的来算 然后得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结论 那就是在银河系内部啊 应该至少存在1万个高等智慧文明 可以和我们接触 这个数量看来啊 确实过于保守 因为外星人在这个等式的后面 直接成了个100 也就是说 单单银河系就存在100万个高等智慧文明 可以和我们接触 那么银河系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了 外星人应该非常普遍才对 可是现实却是 除了极少数人声称自己见过外星人以外 我们绝大多数人几乎连外星人的影子都没见过 更奇怪的是啊 就算外星人你不来 有这么多文明可以和我们接触 那我们总该多多少少能接受到一些来自于外星文明的信息才对啊 可是连这个也没有啊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推论啊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中啊 很可能是一块禁地 好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 他们来不了地球 可是为什么连信号也发不过来呢 这就更恐怖了 像不像考试的时候 就你带个手机进到教室 结果呢 一打开一看 无信号 如果太阳系啊 是一个被屏蔽了信息的禁地 那是不是就和我们上棋聊的对手 也就是说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 其实都只是一座监狱而已 如果创世神和人类的关系 真的是监狱长和囚犯的话 那么我想这其中的羁绊应该是相当复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地球是一个无法被联络到 甚至无法被观测到的禁地的话 那么替人类挡下这场世界末日灾难的 最有可能是谁 很有可能就是曾经通过大洪水清洗监狱的监狱长本人 因为别人可能根本就联络不到你 甚至都看不到你 他怎么来救你呢 那关于这一点 撒加利亚西金先生 在他的地球边界史中 其实也有大概暗示过 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圣经里的神 很可能就是一伙来自于猎狐座的高等外星人 所以你看金字塔之类的和猎狐座有关系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还看到猎狐座 是吧 所以以后晚上再看到猎狐座的时候 要充满敬畏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